哈哈哈哈哈 你好像是那种泡嫂老大爷 我像Rapper 有像我们中国的Ojin Rapper 就是一代Ojin Rapper叫Sak للHelou 哈 大家好 我们现在夏威夷 我们这次就是感恩节的这几天 然后有一个夏威夷的假期 然后我们这次准备是在欧湖岛待三天 然后可爱岛待三天 然后再回欧湖岛待个两天 这样子总共也就是个八天 昨天基本上坐了一天的飞机 从亚伦兰大到LA 然后在LA大概等了四个小时 对才在转机来的 反正就是坐了一天的飞机 然后昨天晚上到也很晚了 今天就是那天 然后我们现在在酒店 这个酒店的名字我给你放这吧 有没有影片给大家看 对我们之前已经来过两次了 这是第三次 我们之前也住的是这个酒店 然后所以就觉得挺好的 就继续了住这个酒店 这是我们酒店早上的view 左边就是那个Wakiki Beach 现在才早上7点多 就有人在那边玩一种paddle 右边是一个山 我们现在要下去吃酒店的早餐 我们酒店早餐是那个自住的 然后是在一个像水族馆一样的地方坐着 就可以看那个热带的小鱼 还可以吃自住早餐 然后每个人是35一位是吧 好久没来了 三天没来了 不一定是在那的 可换机本先看看 那如果没有水族馆 我就不去了 这条鱼 这条方形的鱼 我们三年前见过 它可小了 现在怎么这么大 之前我见的时候 我还以为它是条河豚呢 炒饭 这个水果摆得好好看 面包 拿了一点炒饭水果 还有一个pancake 赫莉拿了也是炒饭 还有一个oment 开心吗 开心 就是开心 度假模式 我们现在要去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景点 今天就是先去hiking一下 然后从酒店开过去大概是半小时 就有一个像一个轨道一样的阶梯状的 它就在恐龙湾的上面一点点 然后大概爬上去可能有一点点恐高 有一点点危险的那种 大概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就能爬上去 或者两个小时左右就能爬上去取决于你的体力 反正我是恐高的 到时候我可能就是用屁股加手加腿一起爬上去 哇 哇 一直到山头 这个台阶也太长了 就太宽了 说这一段是最easy的 然后上面还有一块是悬空的 怎么样感觉 现在还好 还好啊 请记住这个自信的笑容 还有很长的路小组 这是什么登着 这是悬空的 我们可以走右边是一个不危险的山路吧 我太害怕了 我腿都软了 这大哥下风吓得太开心了 我好害怕 我现在刚刚开始下山 但是下山远比我想象的要难 我以为下山就是比上山容易多了 就跟着的中立就往下走的好 但是它这个坡度实在是太大了 还可以看一下就是 虽然现在我是用相机在拍的 其实实际的感觉有七八十度了感觉 所以你只是如果用双脚不用手的话 还是挺危险的 特别是你上山已经很累了 腿有点软了感觉现在 我俩现在在把Kiki Beach 然后出来逛下街 逛啥呀 随便逛一逛吧 这不是睡低吗 这边人好多呀 我俩来卧马 买一点就是吃的喝的什么的 还想买点水鞋泳镜 我们买了两件超浪的上衣 还有泳镜和一些水鞋 还有一个帽子 感觉超级实惠 哇这个白天有那个工作人员在擦玻璃 太酷了 我们这个屋子啊有两个窗户 这边是一个阳台 这边呢是另外一个窗户 正好第一天天气不错 这个窗户拉开呢就是这个日落了 我们刚刚去拿了这个寿司 就是一个米其林寿司 但是可以take out 就这种小野餐盒 然后是比较便宜的 这个一个卷加一个生鲜饭 加上税啊 小费啊什么的 就80多 大概就是40 30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在酒店的泳池 开箱 这还有葱膜呢 这个是一个卷 然后这个卷大概是用了20几种材料做的大卷 然后这个是一个生鲜饭 这个用30多的材料做的 这个生鲜饭看着可以啊 稍微比这个卷贵一点点 看着可不止贵一点点啊 我先穿个卷吧行吗 你来穿一个卷吧 别看我脸了我没化妆 大概就是特别大的一个卷 好是 刚吃了一个那个鱼子一配鱿鱼 太鲜了 这个鱼子真的就是 一口不好尖就不咸 来点海担吧 来嘴方力来一口海担 这么大 不不底的不是海担啊 别是鱼 好吃吗 光盘了这个真的是超级好吃 就是里头的鱼特别鲜也不腥 然后配上那个鱼子加上米饭 加上那种甜甜的那种鸡蛋丝 就觉得特别好吃 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今天我们去那个Farmer's Market 就是每周六早上开的一个就是有好多好吃的 还有卖热带水果的什么的地方 然后去完Farmer's Market 我们就要去就是一些beach啊海滩啊什么的 然后看一看 然后下午2点多有一个ATV的tour 就是在那个古兰尼牧场 然后这就是今天的行程啦 我们到了感觉人还挺多的 然后这边全是小摊 刚刚去停了车 这边有一个期款鞋 它这好像指出现金 哇这好多摊啊 先来点这个网红购鱼 它那个抱一堆从那个大隔壁拿出来的 来尝一下 这是什么味的 garlic的吗 嗯 味噌有点咸 味噌有点咸 你觉得这个鲍鱼好吃吗 好吃 嗯 好吃 这有点小感觉 就很鲜 很鲜 嗯 成练好吃 我都告诉你不鲜好吃了 成练的比我这比多好吃 这个是什么 就是那种炸的那种麻糬 哇这家店才最好长啊 你要吃饭团吗 那一个是饭团 这还有虾饭 好好吃这个大福 看你刚刚去买了个咖啡 就是这家康纳咖啡超级好喝 就是一点那么甜也不是很苦 就是特别香醇 就是这个 然后还有这个大福 满了四个口味 买了一个红豆 一个草莓巧克力 还有一个抹茶 还有一个菠萝 我也忘了哪个是哪个 让我来尝一尝 这个应该是草莓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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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红豆 好好吃草莓这么甜 吃吗 没在吃过在水果 来个抹茶的 抹茶里面也是草莓 抹茶就是 比较馅是一样的 就是那边散了层抹茶粉 比原味的好吃 你要好吃吗 太想 再来一个这个白色的 不知道是什么 这是菠萝白银豆的 来口咖啡 这挺好吃的 白银豆特别细 这个是草莓的 有巧克力的这个 这个好吃的 他们家草莓就是又达又脆 好吃 这是那个龙眼 这鸡蛋火 你要不要拿个木瓜呀 才一块多 还是一块多一磅 买了一个木瓜 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叫 卡哈拉 Beach的地方 就是刚刚那个吃饭的地方 我东走一点点就到了 然后这里还有拍照的 这个地方也太美了 这个房子感觉特别好 咱将来要是在这儿养老了 该多好呀 阳光好好呀 然后这个壁士就是以前 珍妮还来打卡过 在这儿拍照的 可以来这儿看一看 这家里自己 还是Black Pink 全部成羊 我不知道 还看到一个这个 感觉好好吃的样子呀 有海草 那这个果子就像是莲子一样 像衣果吗 生的炒熟一下 这有螃蟹吗 这有螃蟹吗 如果礁石一般都有 是吗 就是可以看 扣一下 看看那螃蟹 这带鱼 这带鱼 哪有这带鱼 看到了 看到了 黑黄了 小这儿的也是这个颜色的 这边的植物都是这颜色 动物都是这颜色 在这里 还挺小的 凉 凉 凉 这儿的沙子很好 很细 坐在这个小岛这儿 刚刚又一群鱼都游到这儿了 一过来它就跑了 走吧 我好喜欢这儿啊 这小鱼 过两天再来 特别小的是什么 太小了 咱也买个床吧 可以飘在海上 太爽了 我像个rapper 特别像那个中国的那个OG rapper 就是第一代OG rapper 也有什么大公司 我们来吃这家咖喱饭了 这个亨利也已经来过一次了 就觉得他特别爱吃这个 银座 然后又来了 刚刚给亨利拿了pay cup 因为那个餐厅必须要预约 之前都没有 然后去的时候还要有座位 才帮我去 对 反正拿了pay cup 大概等了四十五分钟 亨利信心点的咖喱快要吃上了 亨利都出了满意 垂涎欲滴的笑容 就要是饿了 我们来到古兰尼牧场做ATV 这里还有骑马的拖 因为亨利比较怕 觉得有点危险 所以我们就没有抱这个骑马的拖 过来 然后这个绿色的车 我们俩上次坐过 这是洪多季公园是吧 对 到这排队了 我俩现在已经装饭好了 他给发了这个和一个头盔 一会估计会满脸都是土 很脏 他们把那个事业上都刻了名字 太酷了吧 我们是第一个车 前面是那个领路的 我们上车了 这车好脏 一会我们也会这么脏 Ready go 一个车的距离 一个车的距离 哇 野猪楼在那里 哇 我们还要路过这个猪楼季公园吗 亨利现在急急想抢人家的 船头小的第一个 他有点弄不住 我去控制一下 我 哇 因为这边海的雨 这么不错 前面有一个野猪被我们吓跑了 那猪呢 他还在那儿 我还看见那个猪虾了 这包的火了 什么 来吃早餐了 来吃这个Cornal Coffee 但是排队太长了 我现在是哪只50米 我们俩转站了 转站到这家饭团了 但是也在排队 只是没有那么长 那不够呛吧 其实他的那个烂在里面 他家还有好多周边 hello大家 我们现在吃完早饭了 在酒店吃的饭团和酒店咖啡 现在要去的下一站 是叫做Manoa Falls 是吧 Falls 是一个像热带雨影的一样 一个地方 hiking家瀑布 因为我们没带就是这个下水的装备 所以到时候看看 如果景色实在太美的 就直接就硬下去就好了 你可说到做到啊 你可别瞎说 好 你不下去我给你串下去 好像到了 但是这边路太破了 是有收费的 那太好了 那说明我没有地方停车 我们到了 他说这个Falls是往那边走的 刚刚那个停车 就是一个车7块钱 感觉还挺好的 也不需要门票什么的 然后车位也很足 它这边是竹子 底下都是一些像 那种 荷叶一样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像桥一样的东西 但是它用的集装箱做的 这里好热啊 哦这里好热啊 这种青蛙蝉蝠 这有虾啊这是 虾吗 嗯 这剩鱼吧 高色色烦恼 超过1米3的都是高个子 这还有好多鸟 诶这是黄鼠狼吗 我刚刚在这把头给碰了 现在脑蛙子嗡嗡的 啊好疼啊 这有点晕呢感觉 那从这去那个瀑布了 那感觉还挺难往下走的 你到了这个水这儿 好高啊 这是直线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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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先试试水温 很凉了 嗯应该很凉 这边没有太阳光晒 你好像是那种泡澡老大爷 好凉啊 我觉得要不然山树会有个木火褲啊 我也不知道 感觉怎么样 有点凉但是挺爽的 下次还想下去吗 就是穿个泳衣啥的 可以跳下去 如果有一个高度的话 我点一个smozi 点了一个菠萝配那个饭十六口味的 尝尝 好喝吗 嗯 哇好好喝呀 开心 我俩来吃晚饭了 想吃这个痰粉 就是一个中餐 可以吃面吃粉的 还有什么大肠啊什么的 好想吃 来来尝尝 这家超级火 现在都满了 加上了甘粒鱼蛋 嗯 好吃吗 在芝麻呢 合理点了一个这个拌面 一个一个拔出来 但是怎么刚才静止在 那个没有重力的影响静止的 哦有这个 这个是一个肥肠粉 酱的面 哇这个看着好好吃啊 有点醋吗 你先尝一口 嗯 好吃 喝口汤 我汤也好好喝呀 干花生米 完了我沦陷了 真的假的快点了 就饿了吧 你尝尝这汤 嗯 好吃吗 挺清淡的 也不是很小 也不是很小 吃了实 没有我还有好多饭 好像面条有点硬 尝尝我的吧 我的是那种细一点的面 不是我的像米粉的口感 不是面的口感 但是也挺好吃的 现在是第二天早上7点多 我又来排这家了 还是昨天一样的队 嗯 就是周一早上7点和平常 周末的时间 排的队都是一样的 我俩排了50分钟 终于拿到了我们的咖啡和baker 我腿都站直了 然后点了一个 这个是波罗椰子奥文可颂 这个是一个黑芝麻的 这个是一个蓝莓奥特的 四康 还有一个americano和一个拿铁 先尝尝拿铁吧 嗯 不错 不是跟昨天的比 有点苦 跟昨天的比是不是还不太一样 昨天那个特别甜 尝一口可颂吧 还没吃到蟹 好吃 嗯 好吃 我尝一口黑芝麻的 这个看着好好吃 嗯 好脆啊 这个 哇 这个好好吃 太夸张了 比我这好吃 哇 这个太好吃了 哇 你这个不是不好做吗 我这个特别好吃 我再尝个这个蓝莓斯 咬的有点多 哇 也还行 奶香味整多 完全不甜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吃 这个是最好吃的 这个特别好吃 这个就是那种万苏里嫩的口感 这个是特别酥香酥的口感 这个味道特别好吃 这个我觉得就一般 那里面还有黑芝麻的夹性 哇 太酥了 我们现在在黑机场 从后面飞那个可爱岛 好爱 然后在可爱岛 带个探索